美国主管陆军事务的两位最高官员 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警告说 目前正在实施的政府开支自动削减措施 已经影响到陆军的人员配置 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的维护和更新 国会和行政当局必须尽全力防止今后 再出现类似的状况 否则军队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会受到严重伤害 陆军部部长约翰·麦克修说 削减开支措施已经令陆军付出了沉重代价 让他继续下去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要坦率地说 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 如果我们国家选择走错误的道路 这种做法会损害我们的军力 削弱我们的备战能力 伤害我们的国家安全 而且这种伤害会持续多年 美国国防部部长哈格尔 5月14号宣布 国防部大多数文职人员将临时下岗11天 以实施强制性的自动削减开支措施 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星期三在听证会上说 为了实施削减开支措施 陆军已经削减了大部分的军事训练活动 美军应对当前军事行动之外的突发事件的能力 正受到威胁 我们已经削减了部队80%的训练活动 这意味着只有那些即将派驻阿富汗 和执行其他必须执行的军事行动的部队 才能参与训练 因此我们应对未知的突发事件的能力 正遇到前所未有的风险 美军正在亚太地区实施战略再平衡计划 国防部官员曾表示 在国防预算吃紧的时期 美国将优先拨款研发和改进 适合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先机武器装备 包括维基尼亚级核潜艇 第五代联合战斗机和P-8海上巡逻机 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 今年2月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说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 会因为政府财政危机而受到影响 首先我们80%的部队 今年将停止军事训练活动 包括我们在夏威夷的部队 包括在太平洋司令部属下的 路易斯堡军营的部队 这将削弱我们对太平洋司令部负责地区 发生的任何事做出反应的能力 美国联邦政府本年度的财政赤字 预计会接近7000亿美元 已经启动的政府开支自动削减程序 将使本财政年度的国防开支 减少近500亿美元 与此同时 国会与白宫仍然在 未来的政府预算问题上争执不休 增加了未来国防开支的不确定性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 这将会是很难的 谢谢大家